这个做完之后的话 后面我有一个查询系统 那个查询系统就是把之前什么 把之前我们有一个会员资料 我还记得把Member这个 Member这边可以把它下载 跟一个TST 把这个TST全部都先丢到资料库里面 然后做一个查询系统 我再试询一下 有没有看到 比如说我今天要查里面 比如说会员里面姓吴的 有没有按送出有这两个 如果要姓什么姓灵的 假设要找相关的关键字的话 那我可以打个姓灵 那灵什么等等按个送出 他一样可以帮我把他的资料给列出来 OK那这个地方的话该怎么做 首先的话当然第一个 我们会需要什么 先把资料先丢到资料库里面去 所以特别说 我这边有一个取巧的办法 在Jungle里面我一直在想说 Jungle里面可不可以执行什么 执行我之前的python 所以我就在哪边试 你会发现 第一个我刚刚讲过 我们在Vius里面建的一个什么 Cursor01 其实就是这样 我们用OS.pass 然后找到我目前file的路径 旁边就会多增加一个资料库 就在这里了 所以我在想说是不是可以 我如果说要在这个资料库里面 建一个Member的话 那我是不是可以在这边 Near一个什么 Near一个Module 那个Module的话就像Member好了 那这个Member主要做什么呢 就是做把那个档案 你们我放在第一点底下这个档案 就是Member.tst 然后逐一逐一的把资料先倒到 那个有点像因为我只是倒资料 那以前的话 可能如果我写在Jungle怪怪 我干脆直接写一个 特别注意 这个有点像是用python 在背后先做一点事情 把资料Member先倒进 倒进去就ABCD栏好了 假设这很简单的 我就是总共五个栏位 名称我就取ABCD 五个栏位 然后把这个Member的资料 全部跑个回圈 用印射印度到Member里面把他全部倒进去 倒进去之后的话我做什么 再产生一个表单给他 所以我再来后面的话 我就产生一个HTML一个表单 这个叫Member from Slater 这个Slater里面很简单 就是请输入关键字 然后把最后的结果丢到哪里 丢到Member Slater 这个Member Slater主要是做什么 就是把丢一个slater语法 然后面就会 有B欄就姓名 Like 我那个关键字就好了 那这个地方的话 我在这个样板加在这里 然后再做什么 接下来的话 我就是在做 在那个VIVUS里面 多增加一个所谓的Member Slater 那实际上就是什么 去根部底下找这一个科色 然后B欄里面如果Like 我刚刚给的那个关键字的话 那我就怎么把它全部查出来 并且显示在画面上面 OK 那就看到的结果就长这样 这个的话 其实也可以拿来当一个查决系统 我这一题 最大的 这个点就是说 我们是在什么 在MyApp底下增加一个Python的Py档 也就在这边可以进行 其实是可以进行的 所以你把它执行的话 它一样会帮你把资料 就丢进去了 OK 那这样的话 好处就是说 如果你将来你只要到资料 你就一个在Jungle的MyApp底下 增加一个这个Python 然后如果你要查询的话 你在到VIVUS里面 做你需要做的事情 这样也OK 那这个最后再补充一下 这个是做查询系统 那也就是以后 如果你要查询任何东西 也可以利用同样的方法 画面再还给各位一下 我刚刚讲的部分 这个名端上也有 可以试做看看